莱尔和老公在化妆间打架 恰巧被姜润签看到 没想到几天之后又发生相同事件 只不过两男人调换了位置 当初站在门外的姜润签 此刻紧紧的抱着莱尔 莱尔老公则站在门外 亲眼目睹这一切 真是狗血他妈给狗血开门 狗血到家了 前一天 莱尔告诉苏拉 姜润签外面好像有女人了 苏拉原本不太相信 莱尔继续和尚交友 几天前姜润签亦不归宿 苏拉应该没查到他去了哪里 听到这里 苏拉一眼不发 来到洗手间用热水洗手 看着苏拉的模样 莱尔想起以前的自己 为了抚平心中那么恨意 他也会用热水洗手 甚至把手抓伤 想到这里 莱尔叫停苏拉 恭敬的为苏拉递上手帕 可苏拉却渐渐逼近他 说他说话没礼貌 竟敢怀疑姜润签 如果出轨事件是莱尔的幻想 苏拉是不会放过他的 除非他拿出证据 否则就死定了 另一边 姜润签吩咐车秘书 不要让任何人接近他 然后以总理的名义 给父亲送了个盒子 又以父亲的名义 给总理送了一个 不过两人看到盒子后 心情截然不同 父亲愤怒 总理开心 从洗手间出来的苏拉 直奔姜润身边 没想到保镖前出面阻拦 这可把苏拉气疯了 在他发飙前 姜润签即使让保镖退下 虽然怀中拢着苏拉 可姜润签的眼神 一刻也没有离开莱尔 想起莱尔的邀约 姜润签内心激动不已 这时 莱姆出现和莱尔回家 莱尔直接拒绝 他有事要办 莱姆不依不饶 还是老公张振旭出面 才叫做莱姆 与此同时 苏拉提出一起回家 姜润签想也没想 直接拒绝 要知道他可是和莱尔约定好了 怎么会答应苏拉 以公司有事为借口 头也不回地离开 苏拉立刻吩咐助理 派人跟踪姜润签 他要知道姜润签的一举动 一句话 让姜润签更加爱他 信他 他知道姜润签非常孤独 而且身边没有一个人 值得信任 听了莱尔的话 姜润签回想起小时候 别看他是个富二代 可却没有一点富二代的待遇 小时候经常被父亲殴打 他好奇莱尔怎么得知 看莱尔不愿回答 姜润签没继续追问 他不会问莱尔 不方便回答的问题 只需要莱尔在他身边就好 真是妥妥的恋爱闹 莱尔轻轻退去姜润衣服 看着姜润签背上的伤 他情不自禁的吻了上去 然后紧紧抱着姜润签 眼里满是心疼 他俩这边激情四射 苏拉那边却向挚入冰窟 他联系不上姜润签 助理派人跟踪也更丢了 一晚过去 姜润签没有回家 第二晚依旧如此 苏拉只觉得全身冰冷 哪怕受温已到38度 他还是需要貂皮大衣来抵御寒冷 恐怕他寒冷的不是身体 而是心 第三天 男人终于露面 莱姆反对莱尔的做法 法务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莱尔来这么一出 如果对方提前知道他们的复仇计划 那他们就功亏一亏了 莱尔解释 不是他不愿和姜润签分手 而是他的亲生母亲是苏拉害死的 如果用法律惩罚苏拉 到头来只会让苏拉逍遥法外 所以莱尔要亲自动手 让苏拉求着自己杀他 这时 门铃响起 是苏拉到访 苏拉把姜润签两天没回家的事 告诉莱尔 莱尔给苏拉出了个主意 他知道有个商城计划开业 让苏拉以此为借口 去公司找姜润签 毕竟是因为公事 想必姜润签不会拒绝 于是 莱尔女儿来到LY公司 中途莱尔接到莱姆电话 莱姆理解她的愤怒 但她怎么能没有一点准备 就去LY会长室 况且他们也没有把握苏拉会自杀 莱尔坚定的表示 苏拉会被离婚 她会代替苏拉成为LY的女主人 让全国人民都看到苏拉被老公抛弃 对于苏拉这样爱面子的人来说 自杀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说完 不过莱姆阻止 直接挂打电话 正在开会的姜润签得知苏拉到来 她立刻结束会议 让助手把苏拉带到办公室 莱尔趁机联系老公 让老公来会长办公室见她 苏拉在办公室一通翻找 没有找到出轨证据 就在她以为误会姜润签时 莱尔突然有了发现 姜润签服上有眼影 其实眼影是莱尔故意摸上去的 为的就是现在 苏拉看到眼影后不淡定了 掐着莱尔的脖子 询问眼影主人是谁 而且还不让莱尔说不知道 随便说谁都可以 莱尔坚壮 只能说姻贵妇经常提到会长 苏拉不是傻瓜 她知道姻贵妇没有那么大胆 就在她进一步逼问时 蒋软签出现 一把推开了她 担心莱尔有没有受伤 苏拉很是伤心 自己老公竟然担心别人受伤 不关心她 而且还几天几夜不回家 这才是啥子 说完拿起东西砸向茶几 姜若谦竟然把莱尔护在身后 飞剑的玻璃割伤她的手臂 苏拉这一举动 彻底惹怒姜若谦 姜若谦让她滚出公司 苏拉委屈地大哭 她要回娘家找老爸告状 这时老金到来 看到老金 苏拉哭得越发委屈 老金也算是有眼色之人 拉着苏拉离开办公室 离开途中碰到张振旭 老金告诉她 她老婆在办公室 张振旭听后震惊不已 办公室内 姜若谦让莱尔远离苏拉 因为苏拉太过危险 她怕莱尔受伤 可莱尔丝毫不担心自己 只关心姜若谦手臂的伤 这样的女人 怎能不让人心动 她紧紧抱着莱尔 殊不知 莱尔老公就站在门外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莱尔也看到了老公 不过她并没有收敛 而是享受着姜若谦的怀抱 另一面 徐文平本不想和财阀扯上关系 但为了帮助莱尔 她还是打破自己的底线 亲自来见总理 总理保证 她会成为徐文平坚强的资金后盾 徐文平只要一直往前走就可以 说话间 索拉回到家中 要找总理老爸告状 老爸当然不会理他 要知道此次攀附上徐文平可不容易 他不会影响失大 无奈之下 索拉只能回到房中 老金安慰 他已经把莱尔叫来 让索拉有什么气朝莱尔撒 老金走后 索拉疯狂的洗手 可不论他怎么洗 映入眼帘的都是那个眼影 保镖来到他身边 莱尔的对话被莱尔听到 随后索拉汹涌莱尔 眼影调查的怎么样 由于事情太过突然 莱尔还没有查到 不过他查到另一件事 姜人家给英贵夫买回一个包包 索拉不信英贵夫有资的能耐 让莱尔重新调查 总理和徐文平谈完事 送徐文平离开 看到徐文平后 莱尔震惊不已 离开总理家 他马不停蹄的来找徐文平 盲猜徐文平是为了他才去找的总理 徐文平没有反驳 在他心中 莱尔是他的家人 家人有难 他岂能坐视不理 对于这样痴情的徐文平 莱尔也毫无办法 回到家中 莱尔遇见了姜润谦派来的保镖 保镖付上一辆豪车钥匙 从现在开始 豪车归莱尔所有 而且姜润谦向他承诺 会一辈子守护他 莱尔某不相信姜润谦会离婚 外遇只是外遇 对于姜润谦这样的才发来说 情人只是玩玩而已 根本不可能拒回家 莱尔偏不信心 看着如此固执的莱尔 莱姆知道 莱尔喜欢上了姜润谦 有些东西 再怎么藏也藏不住 莱尔看姜润谦的眼神很不一样 就在两人争论时 张振旭突然回来 质问莱尔白天的事 莱尔没有理会 直接转身离开 张振旭一把拉住莱尔 让莱尔给他个解释 莱尔不但没有解释 而且开始坦白 他前两天一直和姜润谦在一起 说完转身回到房中 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就算张振旭跪下哀求 也没能留住莱尔 另一面 姜润谦几天联系不上莱尔 他非常担心 玫瑰园没有莱尔踪迹 他不知道莱尔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给莱尔发了一条信息 表示自己非常担心他 姜润谦不知道的是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莱尔监视着 莱尔失去控制 莱姆吩咐手下 等时机成熟 就把莱尔的真正身份告诉姜润谦 索拉来舞蹈教室找莱尔 没想到遇见殷贵妇两姐妹 看着殷贵妇手中的包 索拉开口询问 可怜的殷贵妇不知发生了什么 还得意洋洋的说是姜润谦买的 这可把索拉气疯了 他来到殷贵妇眼前 直勾勾的盯着殷贵妇的眼睛 发现眼影不同后 又把目光转向殷贵妇的小姐妹 看到小姐妹的眼影 索拉的头开始剧烈疼痛 满脑子都是姜润谦衣服上的眼影 几分钟后 索拉恢复正常 可仍旧联系不上莱尔 于是只能找保镖发泄一通 激情过后 索拉智商总算回来一点 庆幸自己没有告诉老爸 如果老爸知道 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他用保镖出气时 莱尔突然打来电话 姜润谦给一个女人送车了 随后付上车牌照片 还说出了此刻车在哪里 索拉一刻也不敢耽搁 拉上保镖就去追车 那人车技不错 不过保镖车技也不是盖的 在索拉的一声声怒吼下 保镖开车撞向那辆车 并停车辆后 索拉下车朝豪车走去 他倒要看看 是哪个狐狸精勾引姜润钱 可当对方打开车窗后 索拉一脸不可置信 这一切都是莱尔在幕后操作 他先是联系索拉 告诉索拉姜润润钱给某个女人买车 然后又联系李保镖 让李保镖前来接他 于是就出现了刚才那一幕 索拉看到车里的人很是疑惑 不等他想明白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警笛声 李保镖见状开车就跑 索拉此刻也终于反应过来 对着保镖大喊一声 跑 然后狂奔在大马路上 下话第七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